各位朋友,我们现在要谈的也就是在保险业过去的30年来,在南加州发展的过程。 那么保险事业事实上,从1835年美国有了人寿保险这个制度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。 那么多年下来,在本地美国人所经营的保险市场上,有华人进入是因为事实上的需要。 再加上华人对于服务业的进展,希望自己有一份安定的工作,所以在保险行业中间提供了这个机会给我们所有在南加州的朋友们。 那么早期呢,我们在保险这个行业上面,大部分是加入保险公司作为一个营业员,那么在自己的周围去行销这些保险业务。 这是最早期的人身保险,所谓的人寿保险。 接着有汽车房屋保险。 那么当然这些带领呢,都是属于保险公司授权给当地的经纪人。 久而久之,当地经纪人慢慢接触到这些环境,建立到自己的桥头堡以后呢, 就开始带领保险公司,然后呢,征召一些本地的华人加入这个阵容。 所以从过去到现在这个30年来,慢慢形成了在加州整个的保险执照发出了8万多张。 中间华人这种数呢,占了将近10%左右。 所以在这么样的一个正大阵容之下,华人得到的这些回馈,也就是说共同的语言,得到共同的相同的这些保单内容, 让大家可以接受到在同样的调整之下,一个平等的待遇。 那么人生保险在过去不成熟的环境之下呢,往往让很多朋友觉得这是一个不成熟的,或者是一个不实际的。 事实上呢,当在这个单打独斗的环境之下,也就是说我们通常移民都是一个小家庭过来。 那么小家庭呢,需要的保障就是自己保护自己了,上一代保护下一代,而没有周围的亲戚朋友说, 你走了,我们兄弟姐妹共同来照顾这些你的子女,以及未成长的这些环境,让他能够继续生存下去。 这个是一个过去我们老的社会的观念,那么现在都是用保险来cover这些风险, 甚至于我们在环境成长以后,有这个机会啊,进入所谓的遗产税的保护。 这些都是我们过去这三十年来,不断地学习以及成长,在美国主流社会中间建立到自己, 在华人圈能够保护自己的条件。 所以在保险业务来讲呢,我们所占的这一小块,只是这其中三十年中间的一部分。 我们希望这个市场能够让所有的朋友们了解,这是保护你在海外生存的最好的机会。 这是我们的这个位置。 我们的发展,只是所有人都在这里开学, 就是我们的这一什么时候的参观。 我们的这种区块,就是我们的。 我们可以做到最后一种区块, 我们的地区块,就是我们的地区块, 用你去看入我们的地方挤到我们, 都是我们的地方需要再设断打沾不 Сегодня. 感谢观看